孟赫首度开播,就与大号被封禁播 孟赫有点激动说别逼他 网友们劝孟赫听听力解的分析,挺有道理 想对于孟赫团队说的话 你该防的不是蓝姐粉丝 蓝姐的粉丝只会苦活泼心 不干几名狗盗的事情 关于孟赫这孩子,他年轻 有自己的想法很正常 合作的事情啊,分分合合很正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应该予以尊重 前面一波余情,大家对此事给予了过多的关注 现在回头看,完全没有必要 大家应该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 蓝姐,小飞都没有说什么 孟赫虽然前面强调二十人有些不妥 后面也出来说,表示双方只是合作到期 蓝姐和小飞都没有对她说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倒就应该各自安好,打住 那么到底是谁在为 巧搏离间的余情推波助蓝呢 我们前几天已经看到 当时没有分开的时候 对包括孟赫在内的所有的蓝姐 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利益是否一致 想想,真正一边表面上排队支持你的小黑粉 是不是也会是一边悄悄出手 让水军举报你下架小黄车的人 有清醒的认知,你就知道 你处在被对方那些支持者利用的局面 小飞蓝姐自始至终没有说你什么不是 我相信蓝姐小飞的粉丝也不是会用这些下三滥手段的群体 这件事大家冷静想想 不要被那些低劣的下三滥利用了 毕竟他们这些天借钱骗钱的风波 正闹得沸沸扬扬 需要在你这儿转移视线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